好 歡迎來到大師答問 首先有觀眾就說 大師 深圳有大約120個商場 香港人就懂得自怨自艾 說市場被人搶了 是不是腦閉塞呢 單單深圳有百多個商場 你就去開拓市場 這麼L蠢的 外資人進去你還站在那裡 唬唬唬唬 現在說的是 香港人和香港 我想他搞錯了一件事 如果深圳大約120個商場 市場被人搶 那麼 你在開店 很多人已經看過開店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整件事在那裡開的時候 你又沒有幾個競爭力 因為在大陸是捲到很厲害的 其實你會發現大陸現在開 一開那些一得 就賺一百多個 就賺一百多個 你要在街上開 即是完全是一套 好 即是很多分店 你一開 要是可以 要是不行 那時候資本集中的很重要 你如果不是一個大資本去 那大資本去到 比如說大家樂 你自己開 你自己開 家爺仔仔生意 那OK 你 家爺仔仔生意 首先 你 如果你在香港開 你是賺幾萬元 或者十萬元 你可以救家爺仔仔 你可以救生活 但在大陸相對來說 你是賺萬多元 是啊 那你不是降格了 因為香港人工高 香港人工高 你就降格了 市場被人搶 你進不下去 因為 你自己基本生活的條件 你是比大陸高的 最基本的就是賺份量 對吧 那賺份量呢 你那份量 香港的量和大陸的量是不同的 所以你出來的競爭就不一樣 那你如果要入商場 入一些大舖 人家那個 因為人家是 就是 對於香港人讀書 一定讀不過大陸人 為什麼呢 人家是一個大舖 十四億人出來的 你十四億人選了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一百個 那你香港 你有沒有那麼多人 能夠跟最厲害的一百個競爭呢 所以永遠都是 一個大市場的人出來 是 好多的 那麼 他來得這麼大 人家做一些 標準流程 那些流程 所有的 餐廳都贏了你 你去香港一進去 你不夠 你不夠他打 完全 他來得到香港 因為他 他來得到香港 他只能打開市場 他經常吃得起 人家在大陸 有三百間店舖 然後來得到香港 他去打你 然後他全部的貨 所有的 全部他不用做過 全部他可以 裝修 餐牌 員工賠償 全部都在大陸做 所以你很難和他鬥 可以很難和他鬥 香港 大家樂 大發活 那些 你到達後 在大陸 因為那個是一個實力市場 是全世界最捲的市場 所以不是一個老婆的收入問題 而是真的有競爭 人家在一個嚴苛的環境之中 你沒有辦法能夠生存 正如這個世界 你一個小地方 譬如說澳洲 就算一個很大的地方 好像美洲 一去到那些歐洲人 歐亞大陸的人 一去到澳洲 美洲 全部都在大陸 因為完全 那些生物 包括人在內 一去到那裡 那些地方 你會發現那些生物 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 相比歐亞大陸的人 你永遠是一個小市場 一個大市場的人 這麼捲 這麼競爭大陸 這個也是城上啟下 也有觀眾就說 大市太內沒有回大陸 現在國內 景點民宿硬件已經吊打 講這個設計和品味 你都不雅於你最喜愛的東洋 那講楊索鐵 你出片和舞 你片面和舞段 但是廣西沒有食 就真的 我講講那時候去 現在民宿硬件已經是 很多東西都很大 主要是那次日本酒店 其實有很多老茶 我很記得我大概是 2010年的時候 去日本那時候住最貴的 叫做 Park Hyde 那枕頭 哇 都比不上大陸那些 500元一日的酒店 後來找到 例如帕拉斯 有幾個多好 但至少人家很喜歡 做Park Hyde 我都不覺得很好 所以東洋 其實很多都很差的酒店 現在大陸 其實我在2005年 2006年的時候 住大陸那些酒店 住東莞的酒店 哇 現在美得 無倫 現在我覺得很好 很空間 哇 裡面很寬敞 很舒服 所以 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至於大陸我沒有住民宿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為 說楊索的時候 就是偏面和武斷 我楊索說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一天說楊索 就說楊索很美 但我們去的時候 那些船很差 那些人在船裡逼逼結結 那就是楊索 第一就是他賣的那些是 產品 那些 那些叫什麼 半首禮 中文叫什麼 手信 買了手信 我的手信很差 雖然現在不知道會不會好 會不會好 因為楊索應該是十幾年前 但是 那些 那些 逼人的情況 我想我去 我上一次去 大陸去西湖 去過很多次 但是上一次也叫做 有去的景點 我去西湖 我一去 哇 我不是說他不漂亮 但都這麼多人 我二十年前去西湖 就沒有人 雖然不太漂亮 現在是很漂亮 但是太多人 當你太多人的時候 你有什麼景點 都沒有心情 這就是我講的 是楊索的問題 太多人 而且呢 那時候我看了什麼 印象西湖 印象西湖 我又覺得 哇 我覺得那些表演都幾差 老老實實 我覺得表演都幾差 如果純從我 對於那個 美感來說 是完全失敗我 心目中的基本美感 就是他這樣 印象西湖 他其實在大浪複製了很多 成功了很多次 就是說才子佳人 穿一些故事的東西 就在一個大的戶外 在水裡飄 看什麼東西 我以為他犯了一個很基本無名 雖然那個人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是呢 這個大戲 為什麼呢 拍造大戲 為什麼要穿那些衣服呢 背後掛著旗 又什麼 那些大戲 好什麼的 背後掛著旗 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其實就是 你的衣服呢 是用來 被人 eye-catching 因為你不是電影 你不會放大的 你在很遠看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誇張 衣服 很誇張的東西 電影就不用了 你才能夠 eye-catching 背後掛著旗 大哥 那些才子佳人 真是穿 我很遠地看你的表演 你真是穿那些 才子佳人的衣服 大哥 那些表演 有很多 我覺得已經很成功 大陸人要求低 所以 要求低是好吃的 市場沒事 你如果要求香港人 比如我們要求這麼高 那你就沒有市場了 喂 什麼都可以 要求低 就像以前的 他們來香港 於是 就變成 搞得香港稅草不低 因為客戶沒有要求 香港人 這個捲的好處 就是 當你這樣 當你這麼嚴尖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 市場好 就是 香港 有一點 西口西面 是來自 大陸客 因為 大陸客 真的要求 沒有那麼高 所以 你做多 尤其是 在景區 都西口西面 反正 你普通 沒有那麼西口西面 都那麼厲害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狀況 嗯 他說西和 都是一個 如果 如果 如果想沒有那麼多人 新年過去 因為我有一年 新年就是西和 等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 那就是沒有人 我有一年去上海 沒有人 在各上海 因為 他們那些 逢是大的 大隻 大隻 那些人很多回到鄉下 大城市 他們沒有回到鄉下 香港回不到鄉下 就是去了別的路 去日本也去到鄉下 嗯 最後問一條 就是說 恆隆主席說 香港樓會跟大陸看齊 那想問一下 人工是不是都會跟 那如果是的話 什麼時候會跟 我相信就是 人工一定會跟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就是 那個 那個 price factor 大家會 會 吹齊 所有的 那人工會慢慢跟 慢慢跟 慢慢跟 但是不會完全看齊 為什麼呢 因為正如在大陸 什麼叫做大陸 先 北上廣深是大陸 還是 鄉下大陸 先 北上廣深 和鄉下 都是有一段距離 都是很大的距離 所以香港都會有一段距離 但問題是 距離究竟有多大 就是看齊的意思 會是拉近一點 不會是完全一樣 如果是的話 這是一個慢慢的過程 我相信 所以需要五年以上 或者他想問的就是 究竟是內地人工升 還是香港人工跌 當然是香港人工跌 香港怎麼提升內地 當然 很多人來說 深圳學爾北就是大陸 深圳學爾北就是大陸 沒錯 正如這個廣東人 看這個廣東省以外的地方 都是撈鬆一樣 在我們來說 上海是北方 這也是一個 比較有趣的現象 今天就先到這裡 多謝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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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